这些案子事常是通过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长达大概一年的调查之后 在上个星期开始由检方进行了起诉 那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它的来龙去脉 对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现在高校的申请和录取竞争是非常强烈 因为有很多因素 因为美国的教育它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产业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 那么所以全球基本上加入了竞争美国的尤其是常青藤和少数的 应该说是美国前百名的大学的竞争急剧加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有一个就是私人的产业 就是辅导学生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些名牌大学 那么在这里边这一次联邦调查局跟踪和最后破获的一个主角 就是William Singer 那么他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个私人的咨询公司 然后帮助美国的一些能够付得起钱的当然也就变成社会的精英 他们有时付几千到几万甚至一百多万的不等 然后让他们的子女能够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说有正门可以进 那么有后门可以进 但是他要开辟一个偏门让这些人能够进去 那么他的主要做法就是有几个 一个他是会让他们就是考这个ACT了就是入学考试的时候了 能够了就是说用各种方法了要监考人了 帮助学生改成绩 那么另外一个他通过捐赠的方式了 把这些孩子了能够放到这些VIP 就是重要人物的这个名单上了 让他们知道考虑 另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前来看了就是 他通过美国各个高校了都有运动员的这个招生的这个名额 那么结果他就去贿赂一些大学 现在来那个看到有几个大学了 一个还有乔治顿大学 还有耶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了 还有UCLA就是加州洛杉矶分校 那么这些大学了有一些 这些主管运动的这个项目的这些主任了 或者教练了 那么他们就把这些没有任何体育特上的孩子了 就放到所谓的体育那个招生项目里边 让他们进到这些名校 这就是目前的主要的这个过程 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经起诉了将近 你刚才说的是50人 那么其中了大概有这么20多人的家长 另外还有就是这些教练 这些各个大学的这些工作人员 当然了现在下面一步就是说 到底这些学生要受什么惩罚 那么现在还在继续调查局 好的谢谢您 那么接下来就是吴博士我想请问 我们也谈到就是说 这次美国的这个检方 对这些人的指控是 比方说包括贿赂考官还有贿赂 刚才夏教授也讲到是名校的 这些这个运动队的教练员 那么也就是像中国讲的这个 使用这个特招这么一个这个名义 那么还有呢就是使用慈善机构 来掩盖资金的来源 那么您怎么看美国检方 对他们的这些指控呢 您觉得其中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最有趣的地方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6年进行了 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那么从中国自称这种最大规模 最大力度的自夸的反腐运动角度来看 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进行了一场反腐运动 然后这反腐运动不是针对政党 不是针对的 它是针对美国的政治精英 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一种社会腐败 这种反腐运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的趴粪运动 这样我们就看到从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美国用中国的观点 用中国反腐运动的话说 就是美国的反腐运动 美国的反腐败 一直是按照这个依法治国 一直是按照永远在路上 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 仅仅在这个意义上 非常值得中国或者说非常可以来比较 中美两国的法治的建设 和腐败和反腐败的这么一个力度和状况 在这一上讲 我相信会对中国人民有很多教育 好的 谢谢 那么下面教授我想请问您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 关于其中的做假的一些具体的方式 那么尤其是牵涉到这些名校 那么我想请您谈谈 就是说在涉及到这些名校 还有这些明星名流 他们做假之后 我们美国方面是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包括当然是检方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还有美国政府方面 以及老百姓媒体方面是怎么样的反应 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首先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在于 这些很多人既有钱 比如说在很多的影视界工作 或者是金融公司任各种总裁 他们有的可以付上120万美元来去买那些影响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这些人要花这么多力去做 如果他们的地位这么高的话 那么可能在中国的话 如果有相当地位的 甚至可能是一个触及干部 恐怕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在美国这些基因 要花这么大的价钱 所以就说明在美国要腐败了 其实门槛是很高的 那么第二个就在于 现在我们看到的调查 是美国历史上 现在调查的最大的 一个涉及大学录取的 一个腐败的案子 当然这个腐败案子里面 现在来看没有涉及到政府官员 没有用官员的权力去影响大学 另外在大学里面 也没有涉及到校长这些一级的 我们所说的窝案串案 那么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部门 尤其是管理体育部门 那么这些人 而且整个数目来看 现在就是20多个学生 那么涉及到这里面的问题中 所以对我们如果比较中美 这个腐败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没有权力的 直接的在美国的干预 我就对美国来说是一种信誓 第二如果我们看到 目前的美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腐败了 其实现在来看 也就是20多个人 那么这对美国人来说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显示美国的教育的公共危机 那么它其实是显示 美国在目前21世纪高教变化中 那么大家想挤着 就是拼着命的 要挤进民派大学 显示着最竞争的强力 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观众 现在美国的听众 或者美国的老百姓 那么现在最关心就在于 我们如果的孩子 是拼命的努力 要进入民派大学 那么主要是一个社会升迁 那么如果就是这些富人 他们有特权了 他们已经比我们有优势了 如果他们再用这个特权了 那么去违反各种规则了 那么当然这是不公平的 这也是美国检方了 那么说得非常清楚 就在于富人 他们没有特权 他们在这个体制中 那么是要受到同样的对待 而且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所以在这里边 我觉得提醒就是 所有的美国人也好 或者世界各国观察 美国的这个腐败的也好 那么这里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权力了导致腐败了 那么绝对权力了导致腐败 其实财富了也会引诱腐败 而绝对财富了也会引诱绝对腐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样 对权力的约束 对财富的那个控制了 我觉得这值得大家深思了 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 就是您刚才也谈到这个 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那么财富同样也是导致腐败 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媒体也在评论 就说这一些进行 这个做手脚的这些家长 他们是属于富人阶层 但是他们并不是属于 最富裕的阶层 那么也有分析说 其实那些最富裕的阶层 他们根本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只需要给这些名牌学校 捐赠个几千万上亿 那么他们的子女基本上就是可以得以 进到他们心中心意的名牌学校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对 这里边我想沉浸一下 因为美国的大学 你看到了美国有四千多所大学 将近五千大学 那么其中就是这些公立大学 大概有这么一千多两千多 然后私立大学有这么近两千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了 美国的大学确实管理了是多重的 其中很重要的在于 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 对大学一直一个教育投资 都在减资的这个问题 那么所谓了很多大学 它要生存下去了 就必须的要富人要出钱 像我们这些人 比如像我从中国过来到美国 那么是一分钱都没有出 而且给我就是六年的各种全而减学金 那么我读完博士 那么其中当然就要有人出钱了 那么谁来出钱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带来我们的知识 带来我们的水平 然后跟许多富人的子女 他们带来很多钱财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 那么这里边我觉得 这是一个美国的教育的特征 它一定要有人能够带来资源 那么它也一定要有人来提高它的水平 所以这两个它的招生方式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想说一下 在美国其实有的富人 她要影响美国大学 那么她只是影响 她并不能保证她的子女 一定进到名牌大学 如果她能保证的话 那肯尼迪的儿子 为什么她进不到哈佛耶路 最后到了纽约大学呢 其中这里边 如果你出钱到了 比如说像现在的基本的价格 是在于一千万以上 那么这个大学的话 会被你把你的孩子放到 我刚才说的就是VIP 这个项目里边去 那么VIP项目里边 并不是说 就是一定会让你的孩子录取 但是会给你的孩子 有许多有利的那些影响 或者更受到重视 因为毕竟每个这些名牌大学了 它的录取率了 其实只有10%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能够得到特别的关照的话 当然对你孩子 是有一些好事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有许多的富豪 为什么他们大量的把钱 捐到耶鲁 哈佛 或者是加利福尼亚 那个大学的 伯克利分校等等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影响了 为中国的这些高干子女 那么提供一些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中国的基因 他们的子女 都可以进到哈佛 或者耶鲁 他们的名牌大学 这就是其中一个 主要的原因 好的 谢谢你 那么吴向博士 我想问你 那么同样的情况在中国 事实上就自从恢复高考之后 刚开始几年 基本上都是凭着本事 进入高校深造 但是现在渐渐的 我们也看到 随着社会的财富的增长之后 一些明星明流等等这些人 或者他们自己 也通过了 就是说没有通过正常的高考的渠道 同样的也进入了大学 甚至是名校 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位 那么在中国这方面 您的看法是怎么 就是它这个标准 是不是比美国来得更加的模糊呢 在中国应该说标准比美国 不是说更模糊 应该说标准会更简单一点 更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几乎 绝大部分大学都是公立大学 那么但是这些公立大学 他们的公立的责任 似乎并没有完全清晰的发挥出来 这才是它一个灰色地带 比如说在最近过去十年 中国很多大学 尤其是精英大学 所谓的211大学 是采取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政策 那么这个自主招生 就酝酿着很多的灰色腐败 在过去几年 以人民大学为例 就有招生处长被抓 因为涉及到一个招生的腐败当中 但是话说回来 这些公立大学和美国的大学 在培养社会精英 或者说在培养政治精英 也就是用中国话讲 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上来说 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中国的大学 第一是按照中国科举传统的 这么一个科举的传统 似乎是更按照一个高考的成绩 来进行公平的筛选 这和美国大学传统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美国大学传统 基本上是从德国的红宝 从红宝的这么一个传统继承过来的 那么根据人的综合发展 自身是包含着一个社会精英的 再培养再生产 而中国的这么一个精英再生产 实际上是以蒋南翔 清华大学第一任 49年以后的第一任校长 所谓又红又专的一个标准来培养 那换句话说 中国的大学 一方面除了自主招生的腐败 另外一方面其实政治审查 在过去十年 甚至从49年到78年 这么一个30年间都是存在 那么这个红色标准 本身就是中国大学 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地方 它在排斥了大量的 所谓不合乎政审标准的下一代 那么这是中国为党国体制 来培养精英的一个特征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是存在一些类似用政审 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来排斥一些天才 或者说来排斥一些其他的所谓的政治上有问题的学生的一些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手段和渠道 那么但是这个方法会更隐蔽一些 比如说在中国就没有很好解决的 解决一个美国大学已经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男女性别的平等的问题 少数族裔的一个配额 或者说是否公平的录取的问题 那在这些标准 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到中国的大学体制当中 我相信跟美国大学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的一种混合式的一种体制相比 中国这么一个更简单的 貌似更公平的一个标准体系当中 也是蕴含着很多的特异性的歧视 特别性的歧视在里头 好的 谢谢吴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他们发表的评论 或者是提出的问题 第一位是李中本 他说同样的教育部门出了丑闻 估计这次中共的辩护是要幸灾乐祸了 但是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纠错机制的问题 中共把自己犯下的罪恶说成是探索 就说明其不可能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尤其是一尊树立之后 谁能对这个一尊说不就谈不上纠错了 军部舰满朝皆为马匹精 只如为马 评出中国梦就是皇帝的心意而已 接下来一位是玉玺 他说发生社会问题 政府公开消息积极调查 允许大家的质疑 用证据去回击谣言 还是政府封锁消息打压民众 用谩骂去回应大众的合理质疑 这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一位是Richie Winston 他说美国名校招生丑闻 与中国高考招生丑闻比较 可以看出美国司法独立的合理性 包括李克强1977年高考 都是靠他的父亲查分 就是天分才入学的 谁又能把这些官僚怎么样呢 枪把子在人家手里 这次成都其中食物中毒事件 也是如此 你没有枪 你能把贪官污吏 奸商怎么样呢 反过来或许你是受害者 蹲监狱 比较美国与中国就知道 哪种社会制度更加合理 更加优越 更加平等了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 那么说到了这个名校情节 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这个情节 在美国也有这个情节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尤其在美国的这些华人群体 这个父母也是非常有这个名校情节 我们经常在这个华文的新闻网站上 看到这个所谓爬腾这两个字 那么能不能请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呢 就是说这个总体的名校情节 与中国这个华人的这个名校爬腾情节 这个中间是不是有误区 对 当然有很大的误区 而且我觉得这种误区呢 是对美国的教育本质的一种不理解了 首先呢 就是说在美国呢 我刚才讲了一个四千多所大学 首先对自己的子女来说 和对自己的家庭来说 其实没有哪一个大学是最好的大学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 根据你的孩子的能力和他的兴趣 还有你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呢 那么诸多因素 那么决定了哪个大学 对你的孩子来说恐怕是最适合的 而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名校的误区呢 就是所谓的长期层学校不到十个 而那个在美国的话呢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前一百位的学校了 那么在全世界了 都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如果我们在全世界要排 前二百位的学校的话呢 我相信美国前一百位的学校 都可以进到前二百位的学校以内 再说的话呢 美国的这个学校呢 还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 长期层学校都是私立学校 但是美国的重要的那个教育 它的那个力量呢 其实还有很多 集中在美国的公立大学 所以美国的公立大学 也有所谓的公共的长期层 刚才我们讲到的 加州的那个洛杉矶分校 或者像我们这边 纽约的州立大学 比如像实习分校 还有就是像宾格蒙腾 另外还有像那个就是 那个北卡罗莱拉大学 那个就是这些学校呢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那个忽略公立大学 包括像密资安大学等等的 那么这些公立大学的这个地位和能力呢 那我觉得是犯很大的错误 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 很重要的就是博雅教育 就是Liber Arts 这些文理学院 那么文理学院呢 它在美国它的整个排行榜呢 跟这些大学呢是分开的 因为它们主要做东西本科教育 所以其实在美国呢 很重要的就在于 你如何让子女呢 能够进到文理学院呢 这恐怕是比进到 马上的一个大大学了 可能要好得多 最后呢就是在美国呢 有很多的这些社区学院 或者公立大学 它有它的所谓的 Unner College 就是这个兼职班 那么这些学校呢 有个好处在于 在本地呢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像我们纽约那个城市大学呢 整个系统呢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 12万5千以下 基本上呢就全部免费了 所以纽约的整个 州立大学和世界大学系统呢 全部达到了这种 基本上公立教育呢 对家庭收入了 在12万5千呢 那么12万5千 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他们来说 都全部免费了 另外的话呢 很多的公立大学 为了在目前变化的 高点教育产业中呢 能够生存 他们呢是想把尖子生呢 都给这个包容进来 所以其中最主要就在于 他们的用大价钱呢 其实免费 让许多尖子生去读书 包括就像 我那个毕业的 那个天埔大学 它是一个公立大学 但它呢花了很多钱呢 就是吸引人呢 到那边呢去免费了 去读了 那么带动这个学校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我们在美国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 就在于 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的国家 你怎么样能够利用资源 能够构建自己的创造力 和自己的这个卓越了 那我觉得这恐怕是 最重要的 远比挂上所谓一个牌子了 我觉得更来得实在 好 谢谢夏博士 那么我还想继续问你啊 就是这个案子出现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些涉案的 是明星明流等等啊 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这个人 那么他们呢 在本身的这个追求名校的 追求牌子的这个行动中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理解 就是说呢 其实在美国呢 也有这么一些这个群体呢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教育系统 也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 那么也是去这个趋于 来这个随大流这么一个想法呢 那么这一点呢 又和这个中国的家长们呢 似乎又走到了这个 一个这个胡同里头 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 嗯 对 这里边有几个了 第一首先是现在的 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学费 当然是以美国大学为那个推动了 全世界的学费都变得非常的昂贵 那么所以对每个家长来说 他要投每年的话呢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市地大学 每年的学费都在六万 甚至七万那么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 对一个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 那么他投资如果要投到那个 那个就是性比价格 那么要比较好的话呢 性价比呢 那么他当然要想选的 就是牌子非常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现在我刚才讲的 美国的大学呢 现在面对全世界的竞争 所以现在美国大学 你非常容易看到 有上千的都是中国学生 所以在过去呢 美国像有的大学 比如像那个威斯康辛大学呢 或者像华盛顿大学呢 或者我刚才说的 一些公立长期的大学呢 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 其实以前呢 是他们非常容易得到的一个席位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全球的世界各国的人来竞争 也就是说像托马斯福利德曼讲的 地球变得平了以后了 那么这样的话 全世界的那个英才人物呢 都在竞争了 那么当然跟美国的中产阶级 或中产阶级呢 就施加了很多的压力 那么第三呢 美国的高教呢 现在有个很大的变化 就在于美国不断地要强调 它的多元化 那么对于这些贫穷家庭 或者对少数族裔 或者对有残疾的人呢 他都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基因家庭呢 或者富裕的家庭呢 他们的子女 其实没有经过这种纪律 或者严格的训练 这种吃苦的这个教育呢 那么他们呢 同时的影响进入民派大学了 就面对着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竞争 结果呢 他们呢就想用他们的影响力 来就是用那些呢 提供给就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呢 被学校排斥人呢 给他们开的这些 那个一些方便之门呢 那么由这些基因人物呢 想去占他们的便宜 也就是想把弱势人呢 这个制度呢 给他们的便宜呢 由基因人物呢 去抢占 包括给少数民族主义 所以这面丑闻 就有一项就是 他们把他的主义呢 就改成少数民族主义 那么这样来占这个就是便宜 包括像中国一样的 很多会改这个就是 自己的就是族裔了 改成什么土家族了 或者什么苗族了 或者藏族了等等 占这些便宜 所以呢 这里面呢 确确实实是我认为是非常复杂的 好的 那么谢谢夏明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 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他们发表的一些评论啊 首先呢 第一位是陈世杰 他说呢 这次的出现招生丑闻的美国名校呢 基本都是私立大学 美国的私立名校就是高级私属 私立大学招生本来就没有必要公平公正 是这么回事吗 等会我请我们的嘉宾来回答 私立学校没有必要公平公正吗 那么反而呢 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公立名校呢 大肆帮助官员和名校搞假学历 才是最可怕的 接下来一位呢 是Nicola Tesla 他说呢 美国大学招生丑闻 天下乌鸦一般黑 只要有贪欲就会有腐败 还好的是美国有司法系统 及时的应对中国呢 接下来一位是Mark King 他说呢 名牌大学的学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觉得美国名牌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名牌 是因为有良好的学术氛围 中国的名牌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名牌 是因为其实迈入统治集团的这个桥门砖 我也考入了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的法学系 但是我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 我所进入的名牌大学压根没有自由的学术氛围 我于是这个决然的选择了退学 好的 下面教授我想请问您啊 就事实上呢 美国的这起案子爆发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后续的发展呢 就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 也非常有趣呢 就是从中国观众的这个眼光来看啊 就是说有学生和家长呢 都对这几十个人发起了诉讼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家长 他是在旧金山 那么他对所受控的这个个人呢 发起了5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 他说呢 他的儿子因为别人作弊 而没有录取到一些他想去的这个学校 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看 如果是中国观众的话 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过瘾 夏教授您觉得是不是 对 首先有几个呢 我觉得应该澄清了 第一呢 就是说他这种规模呢 我们看到了 我说的是非常小 其实就是目前设计的23个学生 而且有的大学呢 其实并不是最有名的大学了 如果最有名的大学有时候的话 他们呢 其实整个美国 一个制度的优势就在于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把整个过程的全部给一手遮天 所以在这么个情况下 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受到各种监控 要那个就是爆出来的可能性就太大了 所以呢 像哈佛呢 这些学校呢 你可以看到了 有很多这些文理学院呢 有这么多就是长期的学校 都没有卷入了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其实应该看到 美国的整个体制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检察官呢 他说得很清楚 他们的调查呢 不是说是要调查 所谓的各个大学的录取的程序的问题 因为其实美国的很多市地大学 他要怎么录取呢 其实跟他自己的发展办学方程是有关的 因为这里面 他也涉及到他的经济底线 他能不能生存下去 包括像南加州大学 长期来呢 他就会跟斯坦福 跟那个Berkeley呢 相比较 有人说呢 斯坦福是又富 又聪明的人呢 进斯坦福 那么而Berkeley呢 是穷 但是非常聪明的人呢 进Berkeley 而南加州大学呢 是富了 但是又比较蠢的人呢 那么进南加州大学 那么所以当然了 这些呢 都不可一言而论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了 南加州大学呢 就想摆脱他这种负面的这个形象了 所以他就在拼命地想追赶 而追赶的过程中 一旦快的话呢 当然就会出些问题 另外呢 美国司法部呢 他也指出得非常清楚 就在于 他起诉这些人 主要的因素不在于说 因为就是公平呢 或者英才体制呢 其中主要的因素 就在于 所有这些大学 他们作为私有制 作为一个公司的话呢 他们的公司财产 被他里边的雇员呢 所侵吞了 也就是说很多的钱 如果你是按照公平的渠道 捐给大学 那么名义上呢 就是说 捐给大学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的话呢 这不存在违法 但是呢 这些人呢 把这些东西在 那个就是 也就是说在柜台下面交易了 把这些钱呢 中保私囊了 这恐怕是 最核心的实质问题 好的 谢谢夏教授 那么接下来吴强博士 我想问您 就是刚才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 叫陈世杰 他有一个评论 他说呢 这次的这美国爆发的 这个丑闻呢 牵涉大学 多数都是私立大学 那么他认为 这个私立大学呢 其实本身就没有必要 公平和公正 只有公立大学 才需要这个绝对的 当然是倾向于 至少是朝绝对 公平公知这个方向走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评论 对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不同 美国的私立大学 刚才夏明教授说了 有一半 将近一半是私立大学 那这些私立大学 固然有自己的标准 但是在目前的潮流下 它同样要适应一个 符合社会公益 符合公共利益的 这样的一种标准 也就是它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看到 美国的私立的精英大学 其实在这些方面一直也在改变 符合进步主义的一个潮流 我相信这次的反腐运动 是针对着它在固有的一些问题 是一个在我看来 是值得鼓励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进步 好 那吴强博士不还想问您 就是说呢 刚才另外一位Mark King的观众朋友 他提出呢 他说这个美国名牌大学之所以是名牌 是因为它有良好的这个学术氛围 而中国的这名牌大学之所以成为名牌 是因为它是进入这个统治集团的敲门砖 您的看法 同意这位听友这位观众的看法 我们知道比如来说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的两会 有一个统计 这些中国的政治精英 按照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来计算的话 前四名分别是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当然其中还加了一个第三名 是一个我也不清楚的一个西北农业民业大学 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学校怎么是 在其中是第三 可能是跟中国的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结构有关 但无论如何北大清华人大实际上也垄断了中国政治精英的大部分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也就中国教育产业化以来 中国的普通的公众也是有切身的感受 进入到顶尖大学实际上越来越难 对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 也就是无论是新兴的企业组 家庭工程师 还是说中共的干部子弟 他们也发现 进入这三所精英大学实际上是越来越困难 这种困难程度应该要比美国的这种进入长青藤 我们某种意义上讲还要困难 因为在中国这三所精英大学 以及其他相关的 二一一大学等等等等 他们才代表在中国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级竞争的情况下 能保留保持他们这些家庭的一个阶级地位 进行阶级再生产 而这种阶级再生产在中国一个相对不自由的一个总体环境来说 是更加困难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美国的大学它能够做到一个 某种意义上讲做到全球的领先 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美国大学 也承担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的一个精英培养的功能 这才是中国很多的学生在国内 无法深入这些精英大学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甚至他们实际上是在 以美国的这种精英大学为全球化培养精英的一种吸引力所吸引 这跟比如说英国对它传统殖民地的一种教育 来培养一个代理人的一种精英再生产的培养方式 其实是有所区别 这才是造就了美国从二战结束之后 到现在的一个全球教育精英的一个 或者是教育领先的一个地位 中国目前也在做这样的一种竞争 试图是在通过所谓的软实力的一个彰显和扩张 来进行教育方面的一个竞争 比如说中国在培养各种 从985到21各种计划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 向一带一路的国家发放高额的奖学金 来吸引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学生进入到中国的大学里头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教育竞争 实际上是两种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竞争 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多的问题都暴露出来 我们可以待会再谈 好的 谢谢吴强博士 那么江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 刚才您也谈到 就美国的这个私立学校 它首先是要求得足够的资金 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 活下去之后 才能保证它的其他方面的需求的解决 那么也是招生的质量 那么刚才我们一位观众朋友也提到 说私立学校没有必要在招生上公平公正 我想问您就说美国的私立学校由于对资金的需求 它怎么样的保证它经济利益上的需求 不把它的公平公正给腐蚀掉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十年 估计美国大概至少有几百所 或者甚至五百所左右的大学 可能尤其是小的大学 私立大学可能会破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学校要保证它的资金的来源充足了 它只要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当然是学费 那么你学费收的越高 那么你的竞争力又会越差 那么所以它就必须要有捐助 要有校友的捐助 那么校友的捐助 它为了使得校友捐款的有积极性 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legacy 就是你这个家里面 因为你是这个大学的校友 你跟他捐了款 那你的子女在申请的大学里面 就会得到很多的照顾 那么这点是很清楚的 就说我那个就职的 或者我毕业的大学 我们夫妻毕业的大学 那么我们的孩子去申请的话 当然就会得到很快的答复 因为它是把它放到校友 这个独立的一个管道的 那么第三呢 当然它就要靠政府的拨款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即使是美国的市立大学 因为它是美国的这个政府 联邦的有各种补贴的 而且它是作为美国的 就是非盈利机构 我们的社会计则 是享受这个社会的好处的 尽管它跟公立大学 有点不一样 公立大学呢 像我们这些公立大学 那么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建的 但是市立大学呢 确实也享受纳税人的好处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补贴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府 必须要监管这些大学 让他们能够完成 社会的价值观的维护了 这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是反对这些录取的丑闻 那么它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所在 好的 谢谢夏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 听众关注以及网友的评论 第一位是Mark King 他说在中国 我的很多同学虽然一直在名校就读 但是现在还是昏昏噩噩 连做人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我可以这么说 中国现在的高校选拔制度 与古代的科举制度 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 都是为了培养巩固政权的接班人 接下来一位是Kawakami 他说不少人认为毛时代公平 不说别的 只说上大学 黑五类及资本家的子女学习再好 也读不了大学 就读中专和高中都很难 中共高干子女 不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大学 比如说毛的表侄女王海荣 表侄孙女 王海荣本来考上是北京师范学院 而毛把他送到了外语学院 还有很多高干子女 没有通过考试 就进入哈尔滨军工学院 好 接下来呢 我想请问这个吴强博士 事实上呢 我通过美国这起的这个案子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制度下 你是只要作弊作假 还有行贿受贿呢 这个是一经发现的话呢 这个可以说是法律的这个班级呢 是毫不犹豫的就扣动了 还有媒体曝光 还有对这些人的这个抨击呢 是也是毫不嘴软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呢 也是跟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 是一脉相承 因为我们昨天谈到了 中国成都的一家中学的这个读食品 经过这个发霉食品 经过曝光之后呢 最后呢看到的是官方说 是有几个家长 他们作假做了这个发霉食品 放到这个网上来制造这个坏的影响 那么从这个两件事情来看呢 就是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分析一下这个其中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点呢 吴强博士 也好 他的司法制度也好 我们看他录取人的标准 是很有意思 他虽然有比如说像SET这样子的 一个数字的测试 但是录取谁 而不录取谁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校方的一个自由材料 他的自由材料权 是基于他的自由新政来决定的 比如说他根据自己学校的传统 和自己学校的一个培养倾向 来挑选人 挑选候选人 那在中国 自由新政是不存在的 校方的自由材料权其实很小 他只能是在 所谓的一个高考成绩的一个基础上 进行挑选 虽然说最近十年也有一个所谓的 自主招生 但是比例相对小 这当然是一个很腐败的渠道 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制度 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当中 是没有所谓的自由新政 通过自由新政来根据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根据一个学校的自身的传统和培养方向 来自主地挑选人 换句话说这种制度是相互不信任的制度 在中国的一个中学声称他培养了西南地区最优秀的 或者话说成为这个中国高校的一个最精英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看到在食堂 在伙食这个环节的腐败就让人非常的心寒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所谓的家长作假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种腐败在中国这种互不信任的体制下 其实是大行其道 这种对人的不信任或者说社会的信任度很低 才是这种真正的大量腐败存在的原因 也是中国无论如何反腐败 其实都很难真正奏效的原因 我相信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应该继续的 好 谢谢吴博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福布斯发表的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次的高校入学的丑闻 那么他其中提到了这个案子的它的后果 那么我们也请导播把两段话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他说由于这项被指控的阴谋可以追溯到2011年 因此一些学生可能已经毕业 并且获得了非法入学的学位 如果有任何后果的话 他们的学位会有什么样的后续问题 接下来一段他说如果这些学生随后获得了医疗法律证券 或者其他的专业执照 他们的执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想请问夏明教授 那么这样的后果是不是预示着 就是说在美国如果你在这方面作假的话呢 他的这个作假的后果和代价所产生的这个威慑力 是不是可以足够的威慑到随后还想走这个 这个歪门邪道的这么一些家长或者学生呢 夏明博士 对 首先呢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继续深入下去 有一点呢我想指出中美两国高线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美国的这个大学制度呢像一个漏斗 也就是说是宽那个就是近了 然后是紧出 所以要进去的是很多 而他的毕业率呢即使是那些名校了或者是美国一百位的那些具有长青藤的这种质量的名校了 基本上那个毕业率呢也就在80%到90%左右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能够从那个大学毕业 那么就说明呢他经过大学的教育呢就已经达到了他应该具有的专业修养和水平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要去进行追溯 要把他在大学中培养的那个成就获得的成功再去把他给惩罚了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中美两国的大学的这个区分呢 就在于中国的那个就是政府了 他是所有的大学的所有人 那么所以呢他是作为所有人呢 他一定会偏袒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也好 或者自己亲生的孩子也好 那么他就没有做到一个公正的裁判 而在美国呢即使是美国的公立大学 他也不是联邦政府所那个拥有的 当然他是由地方政府那么在管理 那么在那个就是举办教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府了 联邦政府了他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裁判人 那么他可以施加各种的这个裁决或者干预或者惩罚 那我觉得这是两国那个教育体制了 我觉得根本的差异所在了 好谢谢夏博士 那么吴博士我想问您 我们顺着现在这个思路 就是刚才呢夏博士也讲到了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些 因为这个案子从2011年就开始了 而这个经手的这个所谓的教育顾问呢 这个录取顾问呢 他也说他工作的这个人呢是多达好几百人 这么其中呢肯定不发是有已经毕业 甚至获得了专业执照的人 那么如果联邦政府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 想继续调查下去的话呢 完全是可以顺藤摸瓜 摸到那些已经毕业 甚至已经获得了像医疗律师等一系列这个专业执照的人 那么他们会发生什么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让他们现在想一想 肯定是脊梁骨都会感到发凉 那么从这个来看呢 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体制来说 有什么样的这个借鉴作用 其实我同意夏明老师的一个观点 就是美国大学这种体制 它应该很难再追溯下去 毕竟我们相信美国大学的这种教育质量 它最后这种毕业的一个严格的标准 但是在中国我们知道恰恰是相反的 虽然中国教育是高等教育是产业化 从1990年到中期以后开始扩大规模 似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民教育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 精英大学的门槛是越来越高 但是中国大学的传统 49年以后的传统是一个严禁宽粗 是一个喇叭型的一个形状 大多数学生就我自己在大学任教的观察 就我自己在中国大学上学的经历 都其实能够发现很多学生 相当高比例的学生 在精英大学里头 实际上在大学里头是相当的放任 这种放任我相信如果搬到 我说这是本科学阶段 如果放到美国其实很难毕业的 而且这种放任甚至还存在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在职教育当中 就很多的研究生 特别是所谓的博士学位博士生 在即使到目前仍然有些大学 还是坚持遭受这种在职的博士生 虽然在几年前中国的教育部已经严厉禁止 但是在过去20年 这种所谓在职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官员博士 那这些博士实际上 既他们的数字 他们的这种学术水平 既侮辱了跟他们同时毕业的 辛苦的这个中国的正常的专业博士 也跟全世界的 特别是跟美国大学的这种博士相比的话 我相信也是极不合格 极不胜任的 但是这些官员博士 其实占据了中国 我某种意义上讲 最多的社会资本 好 对 是 谢谢大家